高深白色的格仔櫃 都是鞋櫃 不做貼大門可以減輕壓迫感 想設計工整一些因應櫃的厚度 旁邊增設一張矮椅 連同牆上幾組木製的掛鉤 大門和鞋櫃都用上同一種材質 看起來就更加歸一 客廳這邊也加入了格仔元素 成為整個單位的一大焦點 護主想有一個一天到家 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我們在客廳裡有一個設置 整個牆上用了不同大小的格仔 去做一個襯托 因為護主有大量的書 要去做展示 和平日去旅行的裝飾品 我們就在那組櫃裡 預留有足夠的空間 單位設計以木材木式為主 即使上家重層次 都選用一些青芽色調 例如暗紋牆紙 淺灰色的織布梳化 配深灰色的短毛地毯 特色場延伸至飯廳後面 有一些變化 格仔只是局限於勤天花的位置 下面預留粒位擺放鋼琴 單位830多呎 本身的空間區分不太明顯 護主有個要求 希望飯廳和客廳 就有一個分隔的位置 或者是櫃 一開始護主就希望 可能會有個屏風 在飯廳和客飯廳中間 去左隔左 好像分開了兩個地區 設計師考慮到 單位置有一邊窗 沒有採納屋主的建議 改用格仔的矮櫃 將客飯廳的空間完美分隔 又不失通透感 我們希望外面的陽光 可以入到飯廳的位置 所以我們寧願做了一個矮身的櫃 去分隔了飯廳和客飯廳的位置 一來有儲物的空間 二來又可以滿足到護主的要求 單位一家三口居住 基本上保留了原積的三房 這間屋的間隔沒有改變過 但改了的是走廊和主人房的主廁 我們就擴大了原先小的主廁 擴大了給主人房 貫徹主題風格 主人房用上木色和灰色 比較別致的是 床背選用了一種流沙紋的長子 在燈光照射底下有一種漸變的效果 下半部分加入竹筒的拼齊 隧藏兩邊的燈飾由天花下垂至燈槽的滲光重疊 令到球形燈若隱若燃 套似的門做了鏡面設計 可以將對出的衣帽間整個反射出來 看起來會更深更闊 走廊作出了少少改動 現在每道門 牆身都同一鋪上前灰色牆子 走廊本身因為我們想將天花上的陣位 想修飾一下它 我們就將走廊改小了 令整個空間走進去 不會覺得有些陣在出現 走廊下路線極具個性的 是屋主兒子的房間 櫃和牆身都融上探灰色 和換上綠色牆身 走小清新風格的女女房 形成強烈對比 廚房設計採用木色平均石 最特別是這層高薪櫃 以灰玻璃色面 隱藏伸縮色檯面 兩邊有垂直燈槽 是調製咖啡的小角落 什麼可能 freelancer使用木 newsletter 軟保護好 腐蝱花 不用 BU